这个变态的男人九分的变态 他为了追到真爱 来到女神阿珍的医院 献了一斤的血给他做研究 每次献完血后 还特地亮出刻在手臂上的阿珍名字 已是爱意 但每次都会被无情地打了出去 就在阿珍来到停尸房 准备进行实验时 那个男人却突然冲进房间 此时的他已经按耐不住自己 多次被阿珍拒绝后 他这次决定王八硬上弓 当场扑倒了阿珍 可不出意外的话 意外马上出现 停尸房的实验尸体突然复活 直接抓住男人一顿咬 阿珍见状赶忙跑了出去 他来到了大厅告诉同事们 停尸房诈尸了 可众人并不相信 就在这时 负责研究的组长也开始变异了 顿时间 大厅一片混乱 丧尸开始无差别攻击人群 怕死的阿珍果断选择跳窗逃跑 而闺蜜却被丧尸活活抓住 很快 丧尸攻陷了城市 幸存的人躲在了防空洞里 研究员出身的阿珍 也成了研究丧尸疫苗最后的火苗 可这天阿珍跟着队伍外出搜寻物资时 他却不听指挥 自己钻到了其他房间 正当他拿取药品时 身后出现了熟悉的身影 但他看都没看 果断扣下扳机 慌忙地离开了这里 途中还把发带弄掉了 只见那个丧尸捡起发带闻了闻 确认了就是阿珍的味道后 若有所思地走向另一边 而阿珍的枪声吸引了大楼里的丧尸 他和队友会合后 赶在队伍被丧尸攻陷前 撤出了大楼 回到防空洞后 队长发现少了一人 正要问责时 球哥却扛下了这个黑波 丝毫没有责怪阿珍的意思 然而他们并不知道 一只丧尸躲在车底 悄悄混进了幸存者的营地 他躲在一旁的树丛 等着士兵们离去 可这时 一旁的小孩把足球踢进了草丛里 丧尸就这样盯着他们 然而不知危险的小孩 毫不犹豫地走向树丛 正当他搜寻时 上课广播突然响起 但小孩却没理会 眼看就要掉入丧尸之口 一名士兵拉住了他 呵斥他赶紧回去上课 没想到 小孩刚离开 他就被丧尸阿桑袭击了 随后 阿桑赶在安全无关门前 冲进了里面 接着迅速钻进了通风管里 此时 他为了找到女神阿珍 开始检查每一个房间 然而 就在他刚找到阿珍时 只一眼 他就怀疑了师生 他气得赶紧在通风管里狂跑 而动静声也吸引了维修工的注意 等维修工上去检查时 阿桑直接把气撒在了他身上 直到一个女人来到维修工办公室 只看到滴血的管口 而他跑出去想要报告 也被阿桑当场拖走 此时 阿珍也被他找到了 见状 他撒腿就跑 还暗详了警报 可他万万没想到 出口的铁门早已被阿桑给锁了起来 被逼到角落的阿珍 以为自己就要命丧尸口 没想到 阿桑竟翻开手臂上的标志 阿珍瞅了一眼 突然想起了往事 但没等他反应过来 阿桑就扑向了他 本以为这回可以得逞 好在球哥及时赶到阻止了他 众人本想将其击毙 却被阿珍拦住了 没办法 他们只能用网套住他 接着把他锁在实验室里 很快 队长听闻基地有丧尸闯入 连忙赶来将其处置 可阿珍却拦住了他 说阿桑还有人的意识 而且很有研究价值 希望可以留他一命 给他研制出解药 阿桑听完差点哭了出来 可队长却心存疑惑 无奈 阿珍只能当面展示给他看 然而 丧尸却只是假装开口 并没有咬下去 除了阿桑生前喜欢他之外 阿珍还觉得他的体内 肯定有某种东西 阻止了他的变异 把他拿来研究 丧尸解药一定能做出来 队长看到这 也不好多说什么 只能安排球哥多多注意 并且同意了阿珍的研究 很快 实验也开始了 他们发现阿桑的身体 大部分器官都停止了运作 可心脏和左脑却保持活跃 为了深入检查 阿珍开始展示他的魅力 主动靠近阿桑 让他亲了一口 最终顺利抽到血氧 而尝到甜头的阿桑 开心得不得了 但没开心多久 球哥就走了进来 这让刚回到 舔狗状态的阿桑 瞬间失落 阿珍告诉球哥 他需要其他丧尸的血氧队格 还让球哥带他出去抓几只 可球哥说丧尸在晚上很危险 可阿珍却不管那么多 没办法 球哥只能带队出发 很快他们来到大门 顺利放进了一只丧尸 队友见状赶忙上前压制住他 接着阿珍开始抽血氧 可过程没到两只 围栏就顶不住了 丧尸冲破了大门 众人见状赶紧开溜 一路回到了安全屋里 此时队长已经忍无可忍 阿珍一次次的闯祸 牺牲了不少人 但眼下所有人都站在阿珍这边 没办法 他只能给阿珍半天时间研究解药 很快 阿珍平复好了心情 接着来到了实验室里继续研究 而队友也送来了暖心的咖啡 可不出意外的话 意外马上出现 女队友上前挑衅阿桑时 却被阿桑掐住了脖子 黑哥赶紧上前拉开了他 但他的钥匙也被阿桑偷了 随后 阿珍检查了女队友 好在没被咬伤 送走了两人后 他赶紧进行研究 最终不到两小时 终于找到了原因 他刚想叫来求哥 突然 阿珍见状拿起酸水一泊 接着跑出实验室寻找队友 可当队友来到实验室时 却没发现阿桑的声音 为了安全考虑 他们拉响了警报 睡梦中的幸存者们纷纷惊醒 队长一看这处 果断前往事发地 此时 阿珍也在寻找的路上 他来到一个房间 看到了刚被阿桑干掉的队友 当他来到转角时 就看到阿桑挟持着一个小女孩 为了救他 阿珍放下枪让阿桑抓走 只见阿桑打开安全门 把外面的丧尸放了进来 好在队长及时赶到 打倒了阿桑 而被救的小女孩也被丧尸盯上了 他奔着门口跑去 阿珍也跟了出去 很快 丧尸攻陷了安全屋 就连球哥都被咬了一口 队长赶忙关上了大门 接着来到球哥面前 打算在他便宜前送走他 没想到 丧尸却扑了过来 本片最理智的队长就被开昏了 此时 小女孩越跑越远 好在阿珍及时找到了他 接着两人躲进了菜棚里 而阿桑也追到了门口 他来到里面后 在桌上看到了阿珍的衣服 他刚要细品一口 突然 阿珍从沙堆冒出 拿出40米大刀干掉了他 随后 阿珍找到球哥 在他便宜前给他注射了测试疫苗 最终在球哥的不断施药下 疫苗成功研制了出来 幸存的人们也过上了美好的生活 好了 我是夜球 我们下期见